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做到了画面主角表现流畅 一对情侣携手悠闲的漫步在东京的街道 甚至摊贩两边的背景人物都流畅 真实的难以置信 从大中景无缝切换到脸部特写 60s超长长度单视频多角度镜头 这怎么办啊 太卷了吧 当世界模型越来越真实 人类社会虚拟和现实的界限 还能区分得轻吗 SORA诞生 让现实不存在了 这是我们的视频生成模型 SORA 今天 我们开始为红队 以及有限数量的创作者 提供访问权限 OpenAI创始人间 CEO珊姆 阿尔特曼 三奥曼 在社交媒体之言 下化线Tim 下化线Bruce Bill P Model 下化线Mechanic 真是不可思议 他们和团队的出色工作 造就了非凡的时刻 目前 OpenAI在官网上已经更新了 SORA生成的48个视频 Demo 这些Demo 不仅准确呈现出指令细节 还能理解物体在物理世界中的存在 并生成具有丰富情感的角色 该模型还可以根据提示 静止图像 甚至填补现有视频中的缺失 真来生成视频 例如一个Prompt 大语言模型中的提示词 的描述是 在东京街头 一位时髦的女士 穿梭在充满温暖霓虹灯光 和动感城市标志的街道上 在SORA生成的视频里 女士身着黑色皮衣 红色裙子 在霓虹街头行走 不仅主体连贯稳定 还有多镜头 包括从大街景慢慢切入到 对女士的脸部表情的特写 以及潮湿的街道地面 反射霓虹灯的光影效果 更令诸多网友热议的视频 是一只会采奶的猫 一只猫试图叫醒熟睡的主人 要求吃早餐 主人试图忽略这只猫 但猫尝试了新招 最终主人 从枕头下拿出藏起来的零食 让猫自己再多待一会儿 在这个AI声称视频里 猫甚至都学会了采奶 对主人鼻头的触碰 甚至都是轻轻的 接近物理世界里猫的真实反应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则Prompt中 也有一些小瑕疵 猫主人翻身的时候 胳膊肘跟被子融为一体 根据OpenAI解释的工作原理 Sora是一个扩散模型 它生成的视频 一开始看起来像静态噪音 通过多个步骤 逐渐去除噪声后 视频也从最初的随机像素 转化为清晰的图像场景 OpenAI将视频和图像表示称作 补丁 Patch的较小数据单位集合 每个补丁都类似于 GPT中的一个标记 Token 通过统一的数据表达方式 能实现在更广泛的视觉数据上 训练和扩散变化 包括不同的时间 分辨率和纵横比 Sora是基于过去对DAL E和GPT的研究基础构建 利用DAL E3的重述提示词技术 为视觉模型训练数据 生成高描述性的标注 因此模型能更好地 遵循文本指令 实现用户想要的视频场景 除了能够仅根据文字 说明生成视频外 该模型还能根据 现有的静态图像 生成视频 并准确 细致地对图像内容 进行动画处理 该模型还能提取 现有视频 并对其进行扩展 或填充缺失的帧 技术破壁之后 深度造假将更进一步吗 随着人工智能成为世界各地科技界的焦点 新工具Sora 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深度造假的担忧 根据简单的文本提示 生成高度逼真的60秒视频 这不大大提高了人工智能视频 和已被用来欺骗民众 深度造假内容的质量吗 对此 OpenAI也表示 这款名为Sora的新工具 最初只会供一小部分 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 以及红队成员或试图找到 将人工智能工具 用于恶意目的的方法的研究人员使用 过去一年 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 音频和视频的质量迅速提高 OpenAI Google Meta 和StableDiffusion等公司 竞相制造更强大的工具 并寻找销售方式 与此同时 民主倡导者 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警告说 这些工具 已经被用来欺骗和欺骗民众 实际上 其他公司也构建了自己的文本 到视频的人工智能生成器 谷歌正在测试一个名为Lumere的模型 Meta 有一个名为Immy的模型 人工智能初创公司Runway 已经在开发产品 来帮助电影制作人制作视频 但人工智能专家和分析师均表示 Sora视频的长度和质量 超出了迄今为止所见的水平 伊利诺伊大学 厄巴纳香槟分校 信息科学教授 特德 安德伍德 Ted Underwood 表示 我没想到 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年内 还会出现这种持续 连贯的视频生成水平 虽然他警告说 OpenAI可能会选择展示 模型最佳状态的视频 但他表示 与其他文本到视频工具相比 容量似乎有所提升 如果你认为 OpenAI SORA是像 都一样的创意玩具 那可能就略显肤浅了 SORA是一个数据驱动的物理引擎 它是对许多世界的模拟 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幻想的 模拟器通过一些去造和梯度数学 来学习复杂的渲染 直观物理 长期推理和语义基础 如果SORA使用虚幻引擎5对大量合成数据 进行训练 我不会感到惊讶 它必须如此 英伟达高级研究科学家 兼人工智能代理负责人 Jim Fan通过SORA生成的视频分析道 提示词是两艘海盗船 在一杯咖啡内航行时 互相战斗的逼真特写视频 模拟器实力化了两种精美的3D资产 具有不同装饰的海盗船 SORA必须在其潜在空间中 隐式地解决文本到3D的问题 3D对象在航行并避开彼此路径时 始终保持动画效果 还有咖啡的流体动力学 甚至是传播周围形成的泡沫 流体模拟是计算机图形学的一个完整字领域 传统上需要非常复杂的算法和方程 而照片写实主义几乎就像光线追踪渲染一样 Jim Fan指出 视频中模拟器考虑到杯子与海洋相比 尺寸较小 并应用一轴摄影来营造微小的氛围 场景的语意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 但引擎仍然实现了我们期望的正确物理规则 接下来 添加更多模式和条件 然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完整的数据驱动的UI 它将取代所有手工设计的图形管道 王炸技术将带来行业落日 技术的快速进步 使得从电影制作到新闻行业等 各个行业的人们都在争先恐后地了解它 可能会对他们的工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SORA诞生前 AI视频的工作流都是单镜头单生成 在一个视频中 多角度且连贯流畅的自由切换是无法想象 不管多么悲伤和恐惧 这就是所有工作的未来 某电影后期制作人告诉封面新闻记者 技术的进步是不会止步的 不能更不会因为我们预感 未来它可能取代我们的工作而停止 对于行业来说也是好事 技术进步意味着我们能制作出 更精良的影视作品 告别五毛特效 AI视频生成器 已在好莱坞引起了轰动 制作电影成本高昂 耗时 并且需要数十或数百人 一些技术专家推测 人工智能可以让一个人制作出与漫威大片 具有相同视觉复杂性的电影 看看我们在图像生成的一年里取得了什么进展 一年后我们会在哪里 电影导演兼视觉效果专家迈克尔 当技术副夺夺了其他人的创造力 工作 想法和执行力 却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荣誉和经济报酬时 不是一件好事情 SORA视频的质量 尤其是那些看起来像现实生活的视频 比大多数其他人工智能公司 迄今为止能够制作的质量要高 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 Irvin Narayanan表示 根据OpenAI周四发布的视频 SORA似乎比任何其他视频生成工具都先进得多 他表示 这可能会导致深度伪造视频 人们更难识别出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 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些视频 你仍然可以发现许多不已 SORA是OpenAI发布的第一款文本转视频模型 能创建长达60秒的视频 其中包含复杂的场景 角色与情感 这种王炸级技术 不仅能理解物理世界中的存在 并生成具有丰富情感的角色 也可以根据提示 静止图像甚至填充现有视频中的缺失针来生成视频 然而 随着人工智能成为科技领域的焦点 这款新工具也引发了更多对于深度造假的担忧 虽然目前只能有少数艺术家和电影制片人 以及做相关研究的人员使用 但考虑到这项技术在未来的发展潜力 人们更关心它可能会对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尽管现在只能生成60秒的视频 并且在视频中也存在一些不足 比如左右腿交换位子 背景的人物随镜头移动而消失等 但从长远来看 这种技术的发展有可能让人类社会的虚拟和现实两个领域更加模糊 同时 无论对于电影制作还是新闻报道等领域 这项目技术都会带来巨大的颠覆 至于这项技术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也许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无论如何 科技的进步是不会停止的 会不会出现很多深度伪造的视频 这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Sora这样的工具确实大大提高了生成高度逼真视频的能力 因此理论上说 它可能会被用于生成更多的深度伪造视频 然而 GoPen AI在发布Sora时也强调 他们正在努力防止其被用于恶意目的 初期 Sora将指向一小部分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开放使用 以及尝试寻找AI工具被恶意利用可能的研究人员 所以 从目前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Open AI的态度来看 尽管深度伪造的风险确实存在 但Open AI与社区肯定会共同努力 防止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Sora是如何根据文字生成场景视频 请将其相关科学论文做出解释 Open AI的视频模型 Sora的工作原理 详尽的科学论文 可以在Open AI的官方网站找到 文章的标题是 这篇论文详细地解释了 Sora模型是如何根据输入的文本生成视频的 简单来说 Sora是一种扩散模型 它通过从类似于静态噪声的视频开始 然后逐渐转变为输入文本描述的场景来生成视频 这个过程被称为扩散过程 它是一种从高伤 混乱状态向低伤 有序状态的过渡 Sora不仅可以模拟真实的世界 还可以模拟一些虚构的或者是文本中描述的不存在的世界 比如你可以输入一只紫色的长颈鹿在月球上跳跃 Sora就能生成出相应的视频 Sora的这项创新技术是建立在Open AI之前的研究成果之上的 包括大规模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 包括视频制作、游戏开发、虚拟现实等 最新的信息显示 Sora可以同时生成多个角度的视频画面 这与之前一天 华尔街电视主持人判断 通过6度实现多维的视界模拟 Open AI 的Sora模型通过一种称为显性3D渲染的技术 可以生成多个角度的视频画面 具体来说 这一功能是通过在模型中添加一个表示摄像机位置和视角的变量来实现的 这个变量是在生成过程中与其他输入一起处理的 也就是说 摄像机的位置和视角在每一步渲染时都会有所变化 从而产生不同角度的视图 此外 Sora还能够在单个生成的视频中创造出多个镜头 通过调整视角和视线使得视频中的场景能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展现出来 这意味着 Sora可以在一段连续的视频中无缝切换不同的视点 实现类似于电影中的镜头转换效果 这种技术对于制作电影预告片 动画或其他需要多视角展示的内容非常有用 同时 它也大大增强了Sora的创作能力和逼真度 使得它可以生成更纷繁复杂 富有深度的视觉内容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要和大家聊一聊OpenAI推出的一款令人震惊的技术 那就是文本转视频模型Sora Sora是OpenAI的最新力作 它可以根据文字描述生成高度逼真的视频 这款模型不仅能够创造出复杂的场景和角色 还能够表达丰富的情感 通过Sora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连贯流畅 栩栩如生的世界 仿佛我们身临其境 这项技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有人担心 随着技术的进步 我们将很难区分现实与虚拟 这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的世界将变得更加模糊 还有人担心 这种技术可能会被用于深度伪造 制造出更多的虚假信息 但是 OpenAI已经表示 他们将采取措施来防止这种技术被恶意利用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Sora是基于OpenAI之前的研究成果构建的 包括大规模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 GPT和文本 到图像生成模型 Dolly 通过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 Sora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遵循用户的指令 生成他们想要的视频场景 Sora的工作原理是一个扩散模型 它通过逐步去除视频中的噪音 将静态的像素转化为清晰的图像场景 它还使用了一种称为补丁的数据表示方式 通过统一的数据表达形式 实现在更广泛的视觉数据上训练和扩散变化 这项技术的发展无疑将对电影制作 游戏开发 虚拟现实等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 它使得创作者能够更加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想法 创作出更加精彩的作品 然而 我们也需要关注技术的潜在风险 防止它被用于恶意目的 那么 你对Sora这项技术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认为它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谢谢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万事不求人 私人助理 私人顾问时代来临了 六度万事 万事相助 超强博士群 不断奉献专项服 信息 财经 健康 文娱 教育 旅游 消费 科技 美食 让您的生活品质 全线升级 六度世界 现在体验 请去3w.6度.world 现实免费期间 全体注册网友免费使用付费版的高级功能如下 支持论坛搜索免费画图 六度假日送礼购物小帮手 帮你为关心的人选购最棒的礼物 登录或注册六度世界 选择机器人小图标 再选择六度假日送礼购物小帮手 就可以开始了 你好 很高兴为你服务 你打算在这个假日购买礼物吗 如果是的话 你的预算是多少 对 准备买一个100美元以下的礼物送给孩子 太好了 你能告诉我这个孩子的年龄和性别吗 这样我可以更好地帮你挑选合适的礼物 17岁 女孩 了解了 谢谢你的信息 那么这个女孩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或者偏好吗 例如她喜欢阅读 艺术 科技 运动 或者其他什么 喜欢美妆时尚 好的 这很有帮助 她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美妆品牌或者产品类型 比如口红 眼影 护肤品等呢 护肤品 好的 谢谢你的回答 她的肤质是什么类型的呢 例如 肝性 油性 混合型 或敏感型 这样我可以更好地为你推荐适合她的护肤品 混合型 了解了 谢谢你的信息 那么你希望这个礼物是在线购买并直接送到她的地址 还是你亲自去店里购买并亲手送给她呢 在线购买 寄送到家 好的 我明白了 你有没有考虑过购买一套护肤品套装作为礼物呢 这样可以让她体验到多种产品 很好的主意 根据我在网上找到的信息 这里有一些你可能会感兴趣的护肤品套装 Tekcha的Starter Ritual Set 这是一套日本品牌的护肤套装 包含了清洁 保湿等多种产品 适合混合型肌肤 First A Beauty Skincare Kits and Difts 这个品牌的护肤套装包含了多种产品 可以满足混合型肌肤的需求 Polus Choice Facial与Travel Skincare Sets 这个品牌的护肤套装也非常受欢迎 包含了多种产品 可以满足混合型肌肤的需求 New Red Skincare Kits 这个品牌的护肤套装包含了多种产品 可以满足混合型肌肤的需求 Stree Vectin Skincare Sets 这个品牌的护肤套装包含了多种产品 可以满足混合型肌肤的需求 你可以根据它的肌肤需求和你的预算 选择最适合它的那一款 至于贺卡 你可以写上这样的话 亲爱的 它的名字 祝你的假日充满了爱和欢乐 希望这份礼物能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自信和美丽 记住 你是最特别 最美丽的自己 祝你假日快乐 爱你的 你的名字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华尔街论坛节目现场 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 这就是和平先生 和平先生请出来跟我们导播 以及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和平先生黄袍加身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导播请稍微注意一下 现在我这似乎是听到重复的声音 那么很感谢和平先生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 由于网速时间有限 我们就单刀直入 谈今天最重要的也是我们观众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龙年之后春节的第一天 湖南可以说是一炮震天响 在省委沈小明的带领下 据说是要全省的干部展开为期一个月的有关于解放思想的大讨论 整个的这一份文件 说要全省干部根本扭转以GDP增长 论英雄的这一种速度情节 同时要扭转后大喜功铺摊子的这一种习惯 扭转不怕群众不满意 就怕上级不注意的为上思维 扭转政策叫乱化饼 翻烧饼的折腾 还说要扭转为了不出事 命运不干事的躺平思想 扭转一门心思 在数据上造业绩的造假冲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整个这一次会议是在湖南营商清商大会 这个大背景下所召开的 所以解放思想很明显是对着现在的经济问题而来的 现在有关于三中全会到底什么时候开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但是这样的一次活动在湖南展开 是不是可能作为一个试点 在整个全国范围内再有推进 这一次的三中全会和七八年的三中全会到底有怎样的区别 解放思想大讨论 到底是有改革派想反攻习近平 对于他不满之意 还是这是一次官方主导的引蛇出动 看看你们到底有谁心里还与习思想不同意 何明先生怎么看 这个首先跟1978年79年那个时候的所谓的这个真理大表演 讨论有根本上的不同意 那一次不仅是一个三下的解放运动 而且是对毛泽东或者对毛泽东的进程人的一个火力 他有很严厚的政治权力的这么一个色彩 同时也开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可以说是习近平时候开始的一个句子 不再说就是上个初期的时候 我们的华尔街论坛曾经讨论一个观点 那就是今天的政策 今天的讨论 今天的各种各种的行为 已经很难集合起人们的这样一种围情 对习近平的政策 对这个固执中共宣传的这一套说法 有很多的盈利 中国需要衡行启动改革开放的这个动力 那么这个动力必须是超日期的 如果不能超日期 那么政治理系国士之前也讨论过 那就是说你不过日期的政策 你一个意义上 你可能在一般的政策 有某些呼应性的作用 但是在开启这个时代 尤其是疫情所造成的 这样一个低迷的状况 是需要一个根本上的一个超级的一个政治的集图 那我非常这个在很艰难的网络情况之下 我还是看到了一些这个评论 包括我们的民进电视 几位主持人对这个事情的这个看法 也看到了一些其他的学者专家的看法 而在目前看起来 我基本上是不同意他们的判断 中国现在的政治的情况之下 没有一种可能性 要搞所谓的影视驱动 也更没有一种可能性 是湖南省委书记 沈小龙胆敢去挑战这个习近平 中共现在的政治生态 已经不足以挑战习近平 这个不计是在五年十年可能是相当一段时间 也很难造成这样一个所谓的对习近平的反攻 没有这个能力 哪怕是沈小龙有这个胆量 湖南省委的常委也会把它捏掉 所以如果你对中国的政治生态 有一个基本的评估的话 那么沈小龙的行为 不定是湖南省委常委的一个集体行为 而且这是得到中央的一个 同意的一个行为 他没有这个胆量 中共没有什么地方知好 没有什么地方领导人 地方领导人的权力都是来自于这个中央 来自于这个习近平 所以用所谓的改革判来反攻习近平 完全是一个比普通最基本实施的这么一个判断 另外就是中国的政治生态 和上个世纪毛泽东时候它是一样的 现在不曾在一个隐藏了各种各样的势力 中国的权力体系终要是参加虎化分子 不曾在一个多大的隐藏了一个政治势力 需要把它引上吃东 所以这些判断 恰恰是在这些几年由于中共的政治生态 传递了很多的适势而非的错误的这么一种信息 尤其是中共对意识逆人的打压 对不同声音的打压 甚至传递出很多左的僵化的这种思想出来 造成现在对中国的改革开放 对中国的政治生态 甚至在此进行损人才能够民众的这个移民 把你的一种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种超日期的政策 至于它的思想解放认动 什么内容其实根本不重要 它需要的是弹立这么一个信息 关键是用什么样的语物来呼应这个思想解放认动 如果你没有这个行动在后面呼应 这种考核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最关键的是看 企业家或者是其他的领导人 有没有一些实际的行为 来呼应这个解放认动 在我看起来 肢体是怎么样的内涵 其实它不是很关注 关键是你要给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行为 一个比较单身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如果这一次 这个能够有比较积极的反应 不仅是三中情会的一个启动 一个序幕 而且有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十年或者二十年 当然你这也要取权于这个民众的反应 要取权于思想界的反应 要取权于中共专程的反应 由于习近平付出几个不分的打击贪污鼓化 不分的政治上思想上进行控制 人们的疑惑的心理还是很重的 所以当然这个信号光是湖南省委发出的还是不够的 不过湖南省委发出的是它重要的这个价值 重要的价值不是说来进行一个否定习近平的一个思想解放认动 而是将当民政要同样的一方面是搞所谓的真理标准的草论 但是另一方面它有四个坚持 即是党的领导 即是毛泽东思想 这一点不要环境 不要认为一下子就实际已经被大开放 也许到入管你之后它也许有大开放 但是现在是不可能 现在还是一个财势阶段 看看民间的反应 看看大家的反应 如果真正出现了毛泽东时空的危机 它人家还是可能会收回去 大概是这样 好 谢谢和平先生 那么时间有限 我们